交通的等等的問題 那前兩天我有特別看到 我們的市長說 來回交通不求了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 本來跟我說我們不可以不求 不可以不求 我去保障 柯市長這個選擇去拜託 他有說 那很多台影子一開始 是為了不可能 不想說怎麼來改冠 你現在就不可能的改冠 對我們保持這個心 前一半的人擔心不求了 再換人多看看 我們把他救好起來 大家一起來聽 好嗎 當然他有他的困難 人口從7.5萬變成3.4萬 道路面積沒有增加 所以衍生很多問題 但是這樣 其實在過去八年當中 應該這樣講 內湖交通沒有變壞 但是你要知道 內湖的流量還在上升 車流量還在上升 所以不管是成功橋的擴建 港前路的擴翻 還有一點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智慧耗制 全部都集中在內湖 我們現在那個 紅綠燈秒數不是固定 他是有人工智慧的 當然一開始 不可能全市都改變了 所以我們幾乎可以用的交通管制方式 全部都集中在內湖線做 包括那個文綠線 降到80秒一般 所以應該正確的講 是說 內湖的交通在過去幾年 雖然人流量車流量還在上升 但是 他沒有變化 這很困難 當然最終解決方式是環狀線 那種比較大規模運輸 才能夠徹底改變問題 那不然陳時中的 我對他回應是這樣 你 你實在是忍不住 那個YouTube 我去看了一下他到底講了什麼話 他說 人家問說 我記得是鄭榮儀問他說 不然你覺得要怎麼解決 他說他要蒐集問題 跟人家拜訪 我建議這樣 等他蒐集問題 搞清楚的再選市長 不是選市長再去蒐集問題 這太假落 我跟你講 從今天起 我就逼你講政見 你不要講那個打高空的 你說要解決內湖交通 那你就講說 一二三次要具體解決方案 不要亂都這樣 這樣搖來搖來搖去 別再講出來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我來搖來搖來搖去 我來搖來搖去 我來搖去 你搖來搖去